之前跟大家聊的这个珍珠女士 她在这个方聊吧 她说虽然只是个小小的车站 可是工作人员非常周到细致热情 详细的指了到海边的路 并且贴心的让我把行李放车站 台湾人情味工作人员娃娃音真好听 弄了个hashtag台湾人情味 工作人员娃娃音真好听 就是为什么台湾人有一些人说话是娃娃音 你们台湾有个演艺人员 叫做丫头吧 就她那个声音就是那个声音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 就是怎么会有人说话声音是那样的 而且我对她有印象 就是因为她有一次被骂 她上一个什么节目被骂 好像说什么孔子不是 就是孔子又不是台湾人什么的 那那个我有印象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说 原来有人真的天生她那个声音是那样的 她在屏东的一家店 吃鱼 那是 鱼港有什么鱼 他们就吃什么鱼 也是喝台湾啤酒 台湾啤酒是自由啤酒 这个是民主人士标配 自由民主人士 喝台湾啤酒是标配 自由啤酒 然后吃的这个鱼 然后就说她还顺便给这家店打了个广告 说这家店也不错 这家店叫做流行海产餐厅 平东县琉球乡民生路76号 小琉球流行海产餐厅 那这就是珍珠帮忙给她打了个广告 说这家店很不错 那然后呢 说是这个老板给他们请 请他们喝啤酒 说是点菜呢 是没有菜单 看着菜点 他点了扇贝 鱿鱼 大虾 炒三鲜 刺身 黄瓜炒蛋 一瓶啤酒 没问价格 放心消费 结账450台币 这也太便宜了吧 我的妈呀 怎么会这么便宜 才450台币 450台币 吃了这么多海鲜 这太便宜了吧 太便宜了 等我去台湾 我也要去吃 我的妈呀 怎么会有这么便宜 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要450台币 换算成加币的话 就20刀吧 20刀 我觉得也就吃一个炒三鲜 可能都 可能应该都不够 可能20刀的话 总之呢 他就说到说 泰国啊 台湾啊 消费不用担心 宰客啥的 也是大陆独一份 他是说呢 就是在泰国和台湾 你们都不用担心宰客 宰客的意思 就是说 欺负你是外国人 欺负你是外乡人 就欺负你 明明450台币的 给你要900台币 对 这就是宰客 然后他说 只有中国这样 中国大陆独一份 大陆独一份 中国独一份 对 这是小琉球 到海产店 大家可以去捧场 真的好便宜 我也想去吃 就着这个说 中国宰客的这个话题 给大家看一个测试 还蛮遗憾的 这个测试 没测试台湾和日本 它是2019年的一个 叫做钱包实验 是在全世界40个国家的355个城市中 留下17000个钱包 然后在这个钱包里面放下这个email 然后看说会不会联络 这个email 这个钱包实验做出来的结果呢 这个分数最高的就是北欧国家 这个大家都能想得到的 预期的到的 就还蛮遗憾他们没做台湾和日本 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很多朋友 尤其是住在台湾的外国朋友 都说到说如果做台湾的话 台湾一定也在这个区间 台湾和日本一定会在这个区间 就是可惜没做 加拿大大概在中间位置 加拿大在这里大概中间 然后中国非常不幸的是垫底 在40个国家中中国垫底 对 然后但是当然我看了一下 就是有很多人说他做这个报告 其实不太科学 这个方法不太对 就是取决于跟他合作的那个机构 在当地的做法 对都对都对 但是诚心诚意的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摸着良心讲 就是中国做出来 肯定在倒数区间 你怎么做中国也不会上去的 中国不可能在上面 对吧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明显嘛 就是说顶多就是你中国 能从最后倒数第一排到上面 如果你改变一些 可能做法之类的话 摸着良心讲 就是这个实验做出来 中国倒数第一 有几个人惊讶吧 中国老百姓 中国人民 就是我的中国朋友们 你们摸着良心说 肯定就是说不太惊讶吧 就肯定也是在倒数几个之内 应该说也一定会在倒数几个之内 就是说是不是倒数第一 那可能有一些就是做法上的差别 但是总体而言肯定不会高了 这个分数肯定是高不了 那就是它可以叫做钱包实验 然后其实测试的是人的诚实度 那这个国家的人成不诚实 诚实度 有很多人就说很好奇 想看看如果是台湾和日本做出来的结果 在台湾定居的外国人就在说到说 如果是在台湾做台湾一定在上面 肯定是这样的 他说他丢钱包丢了五次 只有一次没有回来 没有找回来 就是这个外国人 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丢钱包 这个外国人 你为什么每次都丢钱包 你在台湾住了多少年 你就丢了五次钱包了 说丢了五次钱包 然后 那四次都找回来了 有一次没找回来 然后这五次中 有两次钱都还在里面 宰客这个事情 珍珠女士她说只有中国这样 我觉得倒未必只有中国这样 但是中国的问题 并不是说它有宰客的行为 其实你能在某一些国家 遇到某一些比较坏的 它会欺负外地人的人 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它 是它就是欺负外地人是正常的 不欺负外地人不正常 知道吧 那就好像譬如说 这个人在台湾丢钱包 对吧 五次还是有一次没还回来 但是重点是说 四次都还回来了 那是重点 知道吧 就是说 就是大家说台湾人情味 或者台湾人好 不是说台湾人百分之百的好 很多台湾朋友就说 那台湾也有坏人 废话 废话 这个世界上 哪有没有坏人的地方 但是大家说的是这个风气 大家说的是一个风气 一个整体性的一个状态 对吧 那譬如说 你譬如说这个中国宰客 这个宰外地人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家刚搬到重庆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家说话口音是北方人嘛 人家一听就知道 那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嘛 就是我们家到了重庆 可能半年之后 才发现说 原来就是 就是坐那个公车的时候 这个 那个时候还是售票 售票员专门卖给我们的价格比较贵 就譬如说那是就是就是按照里程计价嘛 我们会跟他讲说 我们会在某某站下车 然后后来我们才发现 他们永远收我们比较贵 就譬如说收别人一块五 收我们就两块 对 然后包括我也发现说 譬如说一瓶饮料是两块五 那个时候 那然后我去买饮料 人家就跟我要三块 就是说 这是普遍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应该说就是 我遇到十个公车售票员 九个都会多收我五毛钱 然后我碰到 然后我去十个饮料店买饮料 有九个都会多收我五毛钱 而在台湾的话 整个我在台湾旅游 我没有遇到任何人多收我钱 一个都没有 这就是风气的差异 我不敢说说世界其他各国 没有人宰客 但就说宰客 宰外乡人 宰到中国人这样的 应该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应该是在全世界 就哪怕你在最穷困 最糟糕的地方 我想也不会发生这种 说你碰见十个人 有九个人都宰你的情况 那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风气 那这个风气 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弄出来的啦 对吧 中国共产党故意 把中国人变得这么坏的 因为坏人 因为我跟大家之前讲过说 被认知作战给变愚蠢的人 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财富 那坏人也是 那坏人也是 一个人越坏 一个人越愚蠢 他越是中国共产党 这样的独裁 政党 国民党 民众党的财富 很多人说 那如果 国民党 用洗脑的方式 洗脑台湾人 那为什么民进党 要这么辛辛苦苦的去澄清 而不是 也去洗脑 比如说国民党 把台湾人洗成了蓝脑 那我们民进党 为什么不能把台湾人 洗成绿脑 对 因为 这个被洗脑之后 你变愚蠢变坏 你就会是 独裁者最喜欢的样子 你就会是国民党 民众党 天然的票源 对 所以说 这就是民进党也好 绿营也好 绿营的支持者也好 我们做的是 非常辛苦的工作 就是别人 把台湾人洗脑 洗傻了 洗坏了 那我们是要反抗他 我们是要台湾人 恢复思考能力 我们要台湾人 恢复一个正常的 逻辑思维的能力 那去对抗这个认知战 把台湾人 洗脑的这个过程 我们是要 让这个洗脑退出去 对 所以民进党的人 包括支持者 大家做的是 很辛苦的 一个澄清的工作 对 澄清的工作 就是 其实就是让大家 恢复逻辑思考能力 大家恢复正常的 思维能力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工作是很辛苦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让一个人变坏 变蠢是很容易的 但你让一个人变聪明 变善良是很困难的 对 世界上永远都是这样 对吧 败家容易 赚钱难 就是大家继续努力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